Hello大家好,我是雅恩娜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9月份的Bullet Journal 那这个月开始我就换本子了 那这也是那个Notebook Therapy的一个他们今年度 跟一个插画家推出的一个系列 然后我买的是冬天的系列 它是从冬天开始 所以会以冬天、春天、夏天、秋天这样子的顺序来出 那因为我是买它系列的第一本 所以是冬天的 好,那我们开始看里面的那一页啰 那因为我9月份就那时候我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拼贴了 所以而且也刚好我那时候想不出我9月份要画什么 所以就用拼贴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 好,那上面那个 因为这等于是配合算比较复古的主题嘛 所以我就是用的贴纸也是复古的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的月记事 然后我的playlist 然后因为我空白页的话 就是我都会放一些snooby的一些家具在里面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礼拜 然后因为我左上角的那个也是算小小的playlist嘛 因为那时候我算入坑的时候 入坑winner的时候是9月 所以我就这一个月的那个 等于是算推荐歌曲吧 winner的推荐歌曲 是就是放在左上角的地方 那因为他们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 其实是我听island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刚好oneone在打歌还是什么 就听到他们的歌曲 所以我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到他们的 然后一样右半边是空白页 因为左半边呃会有这样子是因为呃这个月是星期三开始 所以等于是右半边是空白的嘛 所以我空白页都会插一个snooby的一个名言这样子 然后这是第二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我是推荐那个winner的for这首歌 第三个星期 那第三个星期就是我正式决定要入坑winner的歌曲是everyday 然后第四个礼拜就是他们比较后来一点的歌曲叫millions 这首算是还蛮轻快的一首歌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第五个礼拜have a good day 这首是抒情曲这样子 然后算是诶 那个winner的粉丝 I see inner circle都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好那这个月就到这里啦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